日式風格的雲林縣陡南火車站 曾經是重要的交通樞紐 進步如席 現今平日人口流量約1500人 假日則可以達到2000人 台鐵預計明年興建前後都有進出口的 新式跨站火車站能增加更多的人口流量 最近五年來有很多民眾到後站去買房子 後站也開始蓋了很多房子 他們有這部分需求 搭火車的話我們是考量後站旅客 越來越多 然後必須做一個跨站式的站房 來提供前後站的旅客可以通行 或是說坐火車的方便性 這是我們規劃的最主要目的 為了因應陡南跨站 雲林縣政府規劃 利用台鐵與台塘在鐵路旁的閒置空間 規劃商業區及住宅區 因為我們這個腹地跟陡六比小 我們腹地比陡六還大 所以我們在整個做開發西部開發的時候 一定是會帶動當地的一個繁榮 因為它面積如果要整個做開發 土地有價值一定要蓋成大樓 你如果蓋成一般的住家或商店的話 那可能在整個商店可能會容納比較小 人口數位集中會比較少 如果是一個綜合的一個大樓 相信那個人口會帶來 這幾千人的人口會住在那裡 目前陡南的西部都市規劃 牽涉的土地八成以上都是國有地建設 以火車站為界 西邊的店家大都不知道跨站的消息 東邊居民則表示贊成陡南跨站的新建 陡南站東邊就是村里 我們也贊成一定要住 這個對於陡南站呢 他們出入南來北往會很方便 而且會促進地方的繁榮 明年新站的施工 最少要離舊市的斗南火車站6公尺的距離 縣府規劃美好藍圖裡的商業發展 究竟能不能讓外移人口回流 與是否會衝擊到古色古香的城市面貌 則有待商榷 中正一報零星會 五方瑜 雲林斗南報導